嗨大家好,我是Patrick,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下,你来了香港发展之后,你怎么样安排你的父母,他们是不是可以拿香港签证的问题啊,那这个问题其实是之前在星球上有朋友问我的一个问题,那我在星球里面做了一个详细的分析,我觉得今天也可以在视频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下,那我先解释一个疑问呢,那我们自己拿到了香港的签证以后,不管你是高材,优材,专材,ING的学生签证,当你拿到了签证以后呢,你是可以给家人申请受养人的,你的家属是可以跟着你来香港,但是呢, 正常情况下,这个家属仅限于你的配偶和你的未成年子女,但是啊,这点比较有意思啊,香港的入境处官网上写了,如果你是香港的永久居民,你可以帮年满60岁的父母伴受养人,但是为什么你周围的人,你没有见到过这样的情况呢,是因为这种情况只适用于你的父母,是外籍的情况啊,作为中国内地的父母的话,这点并不适用,因为你还要符合内地出入境部门的要求嘛,在你七年非永居的阶段,就从你 拿到了香港的身份证,拿到了签证,到你换永居之前的这么长一段时间,如果你的父母要来香港的话,比如说要来香港看你啊,或者是来香港长居啊,只能够办理探亲签证啊,那如果你的父母是60岁以下的话,只能办理三个月有效的探亲签证, 那如果你的父母是60岁以上的话,是可以办一年多次的签证的,但是你单次在香港的时间也不能超过三个月,那这个签证呢,其实本质上还是跟旅游签证是性质差不多的嘛,基本上呢,你换永居之前,父母就只能以这种方式来香港,那每三个月的时间,假设他们要长居的话,每三个月的时候呢,他们也要比如说去趟深圳再过来,来renew一下你入境的时间啊, 那其实这个阶段的最大的问题啊,其实是父母的医疗问题,香港呢,对于没有身份证的人,医疗是天价,哪怕是公立医院,公立医院对于你有身份证和没有身份证的价格差异非常大,当然了,如果你是慢性病,你不是很着急的话,你其实可以比方去深圳看,甚至你可以回老家看病都可以,但是如果是疾病或者是重病的话,其实是非常麻烦的啊,那解决的方案呢,我目前知道的,就只有帮父母买商业保险这一条路了,但是呢,价格贵是一方, 另一方面呢,其实保险当中,它有很多的不保事项的,就是比如说父母有基础病的话,这些保险是不包的,那其实这个是比较麻烦的,因为有基础病的那些方面呢,其实是更容易出现更大的问题的,所以说呢,即使买保险,这也不是一个万全之策啊,那说到这里呢,顺便跟大家说一下,那我近期呢,可能会邀请香港的医疗方面的专家到我的频道里边做客,可能会跟大家探讨一下,在香港的这些怎么处理医疗问题的这个话题,那如果大家有相关的这个问题, 或者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的话,也可以在这些视频里面留言,我觉得有价值的话,我到时候也可以向他提出来,让他帮大家做解答啊,那回归正题啊,刚才说到的是针对非永居的情况,那如果你已经换了永居的话呢,你其实是可以帮父母办单程证啊,来香港的,那这个呢,是有身份的啊,父母是可以办身份证的,然后也可以在七年之后换永居的, 但是呢,这里有几个甜题条件啊,第一呢,你的父母要年满60岁,第二呢,你的父母在大陆境内是没有子女的,这点可以简单的理解为,如果你是独生子女的话,你拿了永居就可以帮父母办身份证,而单程证啊,我提到这个单程证,它顾名思义是一个有来无回的签证,叫做前往港澳通行证,跟我们平时来香港的这个,往来港澳通行证不一样,往来港澳是你有来有回的,你可以去,你也可以回来, 但是你的前往港澳通行证呢,在你办这个通行证的时候,你是要先注销内地的户口的,注销大陆的这个身份证啊,之类的啊,这一点呢,可能很多的老人是接受不了的,那另外呢,关于父母如果他办了这个单程证来香港之后,他是不是可以拿之前大陆的这个养老金的问题啊,我咨询过周围的朋友,应该是可以拿养老金的,好像是注销了这个你的户口,你也是不影响领取的,但是呢,关于这个医保的问题呢,这个我不确定是不是受影响, 我想,应该各个地方的医保的情况也不一样,那这个单程证呢,它是一个打分的系统,如果是夫妻团聚,比如说你是香港永居,你在内地找了一个配偶,你如果要担保他来的话,这个打分系统大概是需要花三到四年的时间,他才可以注销身份证啊,那个时候他才拿到了香港身份,也就是说他要先排三年到四年的队,然后他才可以开始累积七年的头一天,他从排队到最后换永居的时间可能要长达十年以上,但是父母赴港跟子女团聚的这个影响, 这个签证呢,应该不需要排队这么久,基本上从你申请到父母注销身份证,换这个单程证,基本上大概只要三四个月的时间,这个还是挺快的,另外跟大家聊一下,这个香港是没有所谓的这个养老金的,这点跟内地是不太一样的,也就有一些什么生果金呢,之类的补贴,那所以说这点也提示一下大家,如果你是想耗香港的羊毛的话,你帮父母办身份,这个是除了医疗之外,应该是耗不到太多的羊毛的,那所以说结合上面的分析的话,我其实觉得,那如果你是想 在移民的时候,一并把父母的这个养老问题解决掉,你可以解决掉你移民到其他地方之后,不能帮父母养老的问题的话,那香港其实应该不能算是一个非常好的选项,好,那这期关于你来了香港之后,你怎么安排父母的话题呢,就跟大家聊到这里,那这期视频的所有的内容呢,之前是发布在我的知识星球的APP里边的,我的频道叫做派翠克同学,大家感兴趣的话,也可以关注我的知识星球,除了可以获得很多我分享的资讯之外, 其实还有很多跟大家的讨论,包括其他朋友的分享,而且你也可以在知识星球里边向我提问,我都会尽量的去回答你,并且,如果你现在加入我的知识星球的话,还可以送一个15分钟一对一跟我的语音咨询,你有一些关于你个人的比较针对性的跟香港有关的话题的话,我们可以讨论一下,好,那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,欢迎大家点赞评论关注和转发,我们下期再见,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